大家好,我是刘易 最近的天气是越来越热了 爽口的凉菜必不可少 今天就用莴笋跟大家分享一个 特别简单,而且又好吃的做法 上桌后比大鱼大肉还受欢迎 吃起来开胃简易 下酒又下饭 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看一下 具体是怎么做的吧 几分钟就能够学会 首先来准备一根莴笋 一定要挑选这种新鲜水分足的 先从中间切成两段 再用削皮刀削掉外皮不要 莴笋,尤其是做凉拌菜 吃起来不仅口感爽脆 而且味道特别的清香 自己在家做,经济又实惠 一根莴笋也就两三块钱 能做上满满一大盘 全部削好后,放入水中清洗干净 接着来改刀,先切成稍微长点的段 接着再一面先切上几片 目的是让莴笋有个平面 这样更好切,再扣过来 再切成片,这个不用切的太薄 稍微偏厚一点 一根莴笋也就两到三块钱 做出来能做上满满一大盘 非常的实惠 然后再切成粗细均匀的湿 然后再切成粗细均匀的湿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放入小半勺的食盐 再倒入多一些的清水 倒入10克左右的白醋 用手搅动几下 先浸泡上 这样可以去除莴笋的一些骨色味 而且吃起来口感会更加爽脆一些 接着来准备小料 大蒜稍微多一点 把根部切掉不要 再拍破 然后剁碎 做凉拌菜 蒜尽量剁细一点 这样更容易出香味 剁好后装入盆中 红辣椒少许 从中间片开 把里边的辣椒籽去除掉 如果喜欢吃偏辣一点的 可以切上一些小米辣 再切成细丝 最后再改刀切碎 全部切好后装入盆中 莴笋丝通过几盆中的浸泡 然后清洗两遍 捞出 放入肉勺或者是菜碰中 把水分一定要控干 调味 放入适量的盐 小半勺的白糖 两小勺的白醋 当然这个糖醋的量 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而定 半勺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 用勺子慢慢的搅拌均匀 再把控干水分的污笋丝倒入盆中 浇入调好的料汁 用筷子翻拌 时间稍微长一点 这样无损失能够很好的入味 哇 这蒜香加上糖醋的香味 扑鼻而来 拌匀后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可以看一下 像这样拌出来的窝笋丝 一点也不油腻 很适合口味偏清淡和吃素的朋友 这样一道清脆爽口 开胃简腻的凉拌窝笋丝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帮忙点赞评论 转发收藏 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再见